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更頻道。 今集我們就來更新香港那邊的疫情最新資訊。 剛剛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要暫緩傳聞強制檢測計劃。 林鄭在剛剛見傳媒時表示, 雖然已經進行了大量相關準備工作, 但考慮到內地及香港專家的意見, 都說應該在疫情爆發初期進行全民檢測, 再加上香港社區組織能力比較弱。 說到不適宜在現階段將所謂有限資源用在全民檢測上, 所以就宣佈暫停全民核檢計劃, 等將來時機合適再考慮全民檢測。 而林鄭亦提到,如果總授檢人數是720萬, 檢測站需要有500個,每日要運作14小時, 需要人手每日多達8萬人, 包括每日內地底港支援人士要9000人。 錢都不計,有議員說有心做就做到, 但一點都不簡單,這個林鄭亦說, 香港與內地不同,更加有內地專家說, 香港社區組織動員能力比較弱, 他都好客氣了, 其實好弱,沒辦法做到不落一戶。 上面這句是林鄭亦說的。 最後他亦補多一句, 全民檢測要掌握自己,規模大會對市民不變, 所以評估完和聽取完意見後就決定稍停下來, 長遠會不會做就要看疫情發展。 他說現在專家說有幾百萬人感染, 如果現在做就會好混亂, 其實不止混亂的問題, 我相信連醫療方面都跟不上了, 幾百萬人, 那你現在是要禁足好, 還是全部訂到醫院好呢? 這點已經是解決不到的問題來的了。 而另外,香港亦都會在4月1日起, 取消對9個國家的禁飛零, 所有海外抵港人士就不再分ABC區, 香港居民完成打針才可以上機, 登機起飛前48小時就做核酸陰性, 來到香港之後要接受14日的核檢, 政府就在機場派發確認包等他們第6和第7日, 快速檢測陰性就可以提早離開酒店, 之後再接受7日的自我健康管理。 這部分就是關於香港的全民核酸檢測的最新消息, 傳了好久的全民核酸檢測, 終於不用再傳了, 現在是暫時不會做的。 還有國際航班方面都已經是叫做重開的了, 我看回隔離方面, 好像都已經有些少放鬆了。 不知道香港之後的防疫或抗疫政策到底會怎樣行呢? 我們又拭目以待看看之後會怎樣發展。 我們今集就和大家看到這裏先了, 大家有什麼想說, 下面留言吧, 我們下集再見吧, 拜拜!